哈囉大家好 我是老司 今天我們玩的遊戲是 小江湖M 手遊版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然後記得追蹤我IG跟FB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好 我們來選門派 然後門派華山是 主要是近戰用的 我應該要選華山啦 因為華山那個招式很帥 然後再來就是少林 少林就是坦 就是去Boss前面彈 彈他攻擊用的 然後再來就是橫山 橫山就是補師啊 然後後期也可以用 很高的傷害攻擊敵人 再來就是武當 武當就是遠距離 遠距離輸出的角色 嗯 原本很喜歡武當 但我覺得華山的招式比較帥 瑞瑞的話就是刺客類型的 可以吸對方的血啊 之類的 好 然後每一個不同的門派 都有不同的 不同的 武學 分派 欸 分支 欸 是分 嗯 簡獨派比較好 那就是以華山是劍中跟氣中這樣 然後武當的話 記得是劍法跟拳法 太極拳嘛 好 然後如果去選男生的話 大概是這樣 哇 男生是蠻帥的 都要玩男的 玩女的呢 這帽子好醜喔 哎 華山玩男生比較好對不對 放藏不羈啊 哇 這個頭 哇 頭髮柔順 這樣就很像娘炮 只有六種 這樣好像還 還可以 紫色 嗯 這好醜 白髮髒髒 通常白色頭髮代表我劍法很強 沒有 可是我想選女生 小姐 要不要來 來一起喝杯酒啊 走開 別惹我 我 我 我是 華山 剛入門的新地址 這個要配什麼 喲 小姑娘 要不要來喝一杯酒啊 好 這表現預覽 哇 好可以用預覽喔 很不錯啊 哈哈哈哈 師妹 走吧 我們去後山玩 師妹 我們先後山玩 哦 師妹 哦 我們去吃水果 師妹 你要調皮搗蛋了 我可以選眉毛 衣服 女生呢 可惜不能隨時 切換性別 女生蠻可愛的啊 女生蠻可愛的啊 我還是選女生好了 看著心情好 那個奶量可以調嗎 我好像好可愛喔 選這個好了 女生不適合白髮 沒有 只是我個人喜好 選一個 中藍色 活潑可愛 這粉紅色很愛也可以喔 女生白白可以啊 就像那個 選人間的小雪一樣 我覺得用這個顏色比較好 納米色 這個這個 好看好看 哇 嘴巴張開開 想要 不好說不好說 你怎麼又欺負人家了 走開 少來惹我 這好醜 這好像是那種要 練那個 陰險武功的臉 就是長這樣 就是那個 呆呆的樣子 還是顯得一般正常的 就好了 好可愛喔 可愛可愛 桶孔 不要弄貓 不要弄貓 貓不好看 這血流眼的意思嗎 OK 左右溢色喔 酷 我覺得 改桶孔就已經很不錯了 好奇怪 好奇怪 遠遠看呢 還行 嗯 感覺粉紅色要弄 稍微深色的眼睛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就這種 喔 還有還有啊 下面還有 嗯 不喜歡 太夢幻 哇 這個 像鬼一樣 這是入魔道是這樣 不是鬼啦 入魔道 這種是最一般的 好啦 選這個好了 跟著順眼 這個 這個順眼 衣服嘛 這種就是杜舵外穿有沒有 杜舵外穿 好啦 選這樣好了 好 走吧 好 直接用我自己的名字 找了 OK OK 有人登上高位 沉迷全力 但也有人 選擇 攻城深退 古林中 為了仇恨 爭鬥 不休 愛 不變 但有人 關心那些被遺忘的孩子 這個人 用陰影 庇護他們 訓練他們 孩子們都叫他 常安先生 這庇護之鎖 名幻隱宗 明暗難料 正邪難測 而昔日的孩童 如今卧底 江湖各畔 暗潮再次湧動 但再隱密的江湖市 也躲不過隱宗的關注 這一次 也不例外 站住 劍鋪交出來 這 沒有你要的東西 別擋大你的路 就到了 怎樣 什麼事啊 你 你 不是 化身派的 不自量力 鬼鬼祟祟從 撫威標局出來 難道還能冤枉了你 帥哦 這隻豬 好像真的沒有 那為何見我就跑 難道是我臥底身份暴露了 蜘蛛 蜘蛛 呃 當中自動鎖定目標 並輔助調整鏡頭 當中不會主動鎖定目標 並且不干擾 鏡頭移轉 哦 就是動作模式 跟智能鎖定的意思 蜘蛛哦 那怎麼鎖定 哦 哦 快的 外走 哦 被打暈了 哦 ok 我在鎖定技能 哦 哦 臥底刺探 能成什麼 大事啊 姚莉姐 你 你果然在這兒寵物 我告訴你多少次 在外不要輕易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 怕什麼 反正他倆都被幹掉了 住口 讓你潛伏在門派中是為了收集情報 不是讓你濫殺無辜的 他倆從俯威鏢局出來就鬼鬼祟祟的 一定有問題 你等我去搜一下 不止 我心 啊 啊 居然還活著 啊 還真的沒有劍谱啊 呃 好像沒有 啊 你的任務是追蹤調查辟邪劍谱 盲目出擊 自然是沒有 誰救他倆 哼 我去把這個傢伙幹掉 住手 記住 我們不是屠夫 你出去吧 這裡我來處理 別讓你們派的人疑心你 潛伏多食 不要功虧一虧 一切小心 注意安全 8 8 5 1 2 2 2 4 好,我們應該進到主線劇情暫時結束了 現在應該可以收集一些 領取復健 我記得我有... 參加那個... 不是有送我那個... 藍鳳凰嗎? 怎麼沒有? 我對話是這個 你又瞎跑到哪裡去了? 你可是我找了你多久 替天行道,行俠正義 就貧嘴,我們此次下山是為了探尋避邪劍谱的下落 你倒好,一下山就到處跑 早知你這般貪玩,就不帶你出來了 哎唷,好師兄 我方才不慎落入這個坑裡 好不容易才爬上來 你...你能不能等我緩一緩 真是不讓人省心啊 不過你來得正好 剛收到師父的密信 看看師父有何交代 不好 師父說,江湖上各大門派似乎也在福州城打探辟邪劍谱的下落 師兄,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鐵花,剛才巡禮時,我已順地打探過福州城情況 我們目前仍然搶佔先機 真的嗎 我武功低微 這次我怕是要死在這裡了 莫怕 師父讓我傳你一招新招式 說能靈活掌握,便能出奇致勝 我現在同你再演示一遍 學會以後,還去勤家練習 瞧仔細了 可記住了 師兄的劍法果然厲害 可是我天資與頓 只憑著一時半會的記憶力 怕是 其實師兄,你還沒我使得好呢 哈哈 既然如此,我同你拆解幾招 你好好琢磨琢磨 我打贏了 竟然能擊中我手中的劍 看來你已經掌握到妖嶺了 嘿嘿,都是師兄教得好 那是我手下劉琴 對了,臨行前師父給了你一件防身的東西 下山神我忘記轉交給你了 你繼續來吧 要是師兄知道,這招我早就學會了 不知道會怎麼想 你怎麼想 師兄你聽 剛才經過的那幾人 口音真是奇怪 這口音和莊樹似乎是京城派的 可四川離福建山高陸遠 他們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莫非… 呵呵,若是師兄想知道 我這就去探探他們的口風 也好,小心行事 不到萬不得已 千萬不要兵戎相見 嘘,小聲點,有人來了 娃娃子,看啥子看 小心老子把你眼珠子挖出來當臭爪 請問各位豪傑可是青城派的 四川離福建山高陸遠 不知各位來這裡所為何適 你玩兒看齊下,管得倒是多寬呢 快走快走,如果你想明昌 老子倒是不介意送你一次 小的這就走,這就走 這幾個人鬼頭鬼鬧 我倒是要看看,他們究竟想做什麼 你說我們這一回,兩地說不 肯定能在 問全力出境,還有一部消息 噓,我廢話了,走去 那部消息,有情況,我得去看看 好,我們 去找 他不是送男鳳凰嗎,我就沒看到男鳳凰 到底是要不要送啊 誰 連青城派的小樓樓都能跟丟 羞羞羞 樓來啦,快跑 這地方怎麼會有狼 這地方怎麼會有狼 這小瘋子是故意把狼引來的 這小瘋子是故意把狼引來的 琉璃姐姐 胡鬧到姐姐頭上來了 嗯 放開我 長元先生都到那種境界了 還稀罕辟邪賤普 不關你的事 去,沒意思 破了,破破有期吧 琉璃姐姐 你怎麼放她走了 琉璃姐姐 讓你做的事你不好好做 閒事倒是多管 可是那幾個青城派弟子好像很關鍵 又不是她搗亂 這不是什麼關鍵 專注於手頭的任務 可是 沒有可是 我不想說第二遍 回影宗去吧 有事情需要你回去辦 對你很重要 歡迎回家 很高興再見到完整的你 別忘了多喝齊 都沒見過 還不久 還不變了 可以 ,是嗎 事實上 有新聞 有一些 你得多個 有新任务给我吗 心浮气躁 还新任务 你马上就要成为影子了 需要对宗内四个大厅 正式认识一下 四个大厅 我早就认识了 我打小就在这里到处跑 还有什么角落 是我不知道的 你那叫见过 不叫认识 跟我来吧 给你好好上一棵 影宗四面的四个大厅 分别思议室 补给 审讯 和艺术之语 主长影宗相关事宜 总理逆涵的 便是艺术大厅 主长天象数数 奇珍异宝的 便是艺术大厅 你的影位升接仪式 就在这里举行 影位 那是什么 影位代表了 你在影宗的等级 不代表地位高低 但代表着你的执行能力 判断能力 和探查能力 目前影位分为十五件 从地到高分别为 叶辅 腹蛇 猎鹰 雪狼 云豹 血手 赤木 朱新 鬼灵 梦魇 影幽 影魅 影魁 影罗 和影叉 目前的影位是叶辅 完成晋升后 你就是一名正式的影子了 进去吧 完成后赛的意识大厅找我 走到最前方 接受光羽影的洗礼 成为一名真正的影子吧 安静 影魏升迹一世 现在开始 让本喵带你解锁影魏吧 点击这里 满足晋升条件的要求 才能晋升影魏哦 恭喜你 终于成为一名影子了 影琉璃 应该跟你讲过影魏的阶位 很向往高阶影魏吧 我也想要成为影罗和影叉 这样厉害的人物啊 可是我要怎么提升影魏呢 随着你完成更多的密函任务 提升阅历和自身实力之后 影魏也会随之上升 回来了 你如今已经具备独立执行任务的能力 是时候让你执行真正的密函任务了 密函任务啊 就是影宗密函里发布的任务吧 我已经等不及了 别太得意了 再像这次一样胡闹 你连影子都当不成 进去找御星函 领取影宗密函吧 看你脸色 想来是已经成功晋升影魏了 不错 不错 可我目前只被授予了最低阶的夜府未接 慢慢来 影罗和影刹 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胜任的 听说你此次 还参与了另一项任务 事情办得如何了 福州最近盘缓了不少江湖人士 各自居心难测 着实干扰了我的判断 茶枝毫厘谬一千里 禅渊先生本该责罚你的 但希望你能吃日一欠掌一智 也不枉影琉璃此番为你担着 琉璃姐姐她 拿着 里面还有禅渊先生给你的批注 小心在意 小伙子 那你也不参加 我说你也不参加 你不参加 你不参加 我忘记了 你可以 你不能参加 你觉得 他不参加 都会 我 不参加 你不参加 你不参加 都了解了 嗯 明白了 即刻动身吧 时刻记住 静如影 回来了 新任务都清楚了 新任务看起来很轻松的样子嘛 这次我一定能轻松完成 绝对不会出什么岔子 你此次这新任务 大概会遇上颇为强劲的敌手 以你目前的武学等级 恐怕很难应付 啊 那怎么办 石门里也没有什么新招可学了 别急 你在门派里学习到的武学技能 都可以通过前修不断经济 达到更高的经济 现在你以我教你的心法 尝试前修一次 和本苗一起练习一下 如何提升武学吧 快快快 选中你目前已经领悟的武学 这你 果然 感觉周深气息通畅 招式 好像也更有威力了 以后就靠你自己修炼了 行了 回去继续执行任务吧 这次可别再惹什么乱层 点击这里 可以修改游戏设置秒 在这里可以使用脱离卡死 也可以找到切换战斗模式 让我们继续执行任务吧 好那这期先到这边好了那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按下地银按钮跟铃铛 然后记得追踪我的IG跟鼓鼻 那谢谢大家 这期有收看咯 谢谢拜拜